中国人民银行5月起将在深圳 苏州 成都和北京四个城市 发行人民币数位货币进行封闭测试 未来三年替代30%到50%的基础货币 表面就类似国家版支付宝 为什么引发争议 因为除了数位化纸钞近距离支付功能之外 数位化人民币把一切交易轨迹掌握在当局手中 金融研训院院长黄同哲指出 中共发展金融科技是以全面控制数据作为战略目标 与欧美国家着重个人隐私权保护和个人资料拥有并不相同 这一次如果施行成功 未来等于交易的资料是直接由国家来拥有 就是每一个人身上拥有的资产限值 他可以做很完整的调配 我觉得他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 对于个人资料权的隐私的保护 我们从这次疫情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在个人跟国家的边界上面 将是中国跟其他制度之间的争端 黄重哲认为中国政府推行政策的背后逻辑 往往违背普世价值 难以在各国推展 但财政不健全的非洲国家可能使用这套系统 平面媒体进行分析提出四大疑虑 认为中国大陆推行电子化人民币可能用于金融维稳 掠夺个人资产 所有交易遭到监控 并且阻绝资金外逃压抑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 更有目的以一带一路建立人民币为主的交易结算制度 不过学者认为是为人民币要撼动美元发全 短期根本不可能 到2015它是曾经有很大的推广跟想象 那甚至包含了一带一路 包含了AIIB这一些 但是如果今天到了2020来看这些努力的话 我们很少看到成果 中国的世界经济影响力 已经不像当时 不管在贸易的比重 或者是在GDP上面 因为疫情之后可能还会再重新洗牌 但是人民币有没有办法挑战美元霸权 我觉得以前没做到现在更难 疫情导致中国经济严重下行 财政予以困困难 此时端出数位货币格外引发联想 黄卓哲表示债务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 不容忽视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的系统性风险在2017年以后 是真的都持续的增加 而这一次的疫情 我觉得是到了更高的地方 那再加上目前全世界越来越多要求 这个中共政权要对病毒这一块的起源 或者演变来做一些负责 或者就职的争议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他对他的人民币的稳定会有问题 美国 英国 德国等六个国家 向中共当局提出千兆规模求偿 人民币数位化引发疑虑 也曝露出总体经济的脆弱性 新台湾电视高建轮林玉堂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